大家好,我是彭丽牧师 2020年5月3号 我今天听到神跟我讲了一个很下可的事情 很惊讶的事情 是一个让我觉得也不可思议 但是神既然告诉我 我听到耶和华的灵告诉我 神的灵告诉我 那我就是阿纳斯 这次的疫情 会有五分之一的人类 五分之一的人类 会被这个感染的疫情死亡人数会达到五分之一 而且美国呢 会整个经济的崩盘 中国呢 世界会开始对这个中国有征战 会有打他 会被全世界打 中国会被全世界打 死亡的灵已经遍满了全地 现在神又跟我说 这个马上有八大街空 第一个工作会空 第二个食物会空 第三个钱会空 第四个防疫用品会空 第五个人际关系会空 第六个食衣住行 日乐 还有再加上 红白喜事 通通都是空 这个情人节也不用过了 全部都空 这个喜庆喜宴 白桑室 红婚礼 都不用过 还有棺材 棺材 会满天下 就满天满地的这样子 那么多的棺材 每个人都是落泪空 第八个 医疗品 医生物质 全部的药品 医疗用品 还有整个经济链 全部都空 空 这是一个非常 很大很大的一个 震荡药来了 很大很大的 你看瘟疫来了 战争来了 很多的战备物质都缺乏 现在的油价也一直跌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 一处是平安 没有一处是平安 蝗虫 瘟疫 现在还有鼠疫 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饥荒 灾难 国药大国 现在几乎很多国家 都要跟中国算账 算这个冠战病毒的账 但是 我们基督徒 要怎么办 我劝你 我这样告诉你 只有一个办法 能够躲掉这个灾难 就是披麻蒙 回认罪悔改 只有披上麻衣 进入内室的祷告 只有披上麻衣 进到内室的祷告 你才能够从这个大的灾难里面 这个经济大风暴 现金完全没有钱 完全没有现金 很多的房地产 很多的旅馆 很多的生意 通通都崩盘了 都空了 现在机场 飞机场 石油 通通 飞机都停在那里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看 约拿 三天 披麻蒙灰 认罪悔改 一个国得救了 你看 以色帖 三天 披麻蒙灰 认罪悔改 主 耶稣的家族得救了 你看 戴伊里 二十一天进食祷告 他的圣殿 以色列重建圣殿 耶利米七十年的预言 重新把它 把它成就出来 以色列重建圣殿 约尔书 约尔先知说 你们要 祭司啊 祭司啊 你当树上什么 麻布痛哭 伺候祭坛的 你要哀好 侍奉我的神啊 要来披上麻布过夜 戴上什么 麻衣睡觉啊 祭司 你们要系上麻衣睡觉 处女啊 你们要穿着麻衣啊 我的名啊 当哀好 像处女树 妖树麻布 因为树记和电器 都从你们的殿中断绝 好 记得我的话 奉耶稣的名祷告 你们要上披麻蒙灰的课程 帮助你们经过这一次的大灾难 披麻蒙灰认罪悔改 撕裂心肠 进入内室 悔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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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奉耶稣的名道 请走 麻沙灰 啊 좋을 想 过 。 感谢观看